Hello Fanny 最近很多客人經常問我們 怎樣才能選擇在倫敦好的地段 好的價錢、好的地區 好的潛在升值的未來 很多東西都想知道 我們這次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Fanny 很多朋友問在哪裏選區 我們先不要說 說一說最近倫敦整個樓市的走勢是怎樣 好啊 其實最近英國都受疫情的影響 很多買家都擔心會不會影響英國的樓市 但原來我們看回Rymoved 9月份的House Price Index 現時英國的樓市依然是逆市向上 比起去年同期升了5% 這要講一講 很多時候香港如果要賣樓 可能兩三個月 可能四個月都沒有人問津 倫敦就這樣講 一般來說可能兩三個月 不過近來又不是這樣 沒錯 我們看回報告 在倫敦不單是有價 亦都有市 現時 Average Time to Secure 一個購買 只需要兩個月的時間 就可以找到買家了 究竟其實在倫敦買樓 是否Zone 1最好 Zone 2排第二 Zone 3、Zone 4有沒有那麼好 但我知道不是的 所以找你和大家教一下路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在英國買樓 選區的時候不只是看松幾 我們都要從多角度去分析 地區本身有沒有發展潛力 其中一個要看的東西就是地段 即是說歷史以來來說 那個區比較多些什麼的人聚居 這件事非常容易理解 因為如果你搭進去自住 那地區就會是你將來的鄰居 亦都會影響 比如安不安全 平時的生活習慣是否一樣 如果是租給別人 這個就直接影響租客質素 這裏我想都不難理解 其實香港這麼小 比如這樣說 你又是九龍區 九龍區 我又沒有特別說哪些區 有些區可能是大家很近的 可能大家都認為是核心區 但那些地方是未必大家會選擇來自己住的 因為可能那些區域 可能是多些商店 或多些娛樂的地方 可能當地人未必會選擇那些地方 我這樣說 大家明白一明白 再不明白 我再跟Fanny說一下 為何會是這樣 其實在英國都有分不同的地區 其中一些比較多客人問 最近會是一些傳統多英國人聚居的 我們叫做傳統富人區 原來在英國除了只是層一的位置之外 在層二三都有一些傳統英國人 比較多聚居的區域 包括在西北區的 譬如是Finchley Hampstead 都是傳統英國人區 去到西南區 一些區域 例如接近Richmond Putney Wanceworth 或是Wimbledon 都是一些比較主要的區域 除此以外 例如多日本人聚居的 包括Ealing 如果比較多Indian聚居 例如一些收貨 都有不同的地區域 好像Ealing 其實都是棕棕棕棕棕 你不是真的 比起棕棕某些區 是不是真的不好呢 老實說 其實那些區域 可能是比棕棕棕某些區域 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當地人應該喜歡住多一點 對呀 因為很多人都會選擇 一些喜歡日本人的租客 可能對於很多業主來說 就比較沒有那麼擔心租客的質素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看看地段 都是其中一個非常之主要的因素 還有一樣東西都很重要 在當地 倫敦的 我們說的是倫敦人 他們除了找樓之外 還會看到周邊有沒有一些regeneration 沒錯 這就直接影響了 該區的升值潛力 怎樣找一些regeneration area 其實很簡單 我們只需要上回倫敦Mayor的網站 原來本身已經劃分了一些區 叫做opportunity area 亦都有opportunity area map 解釋了倫敦市政府 想重點發展哪些區域 例如西區的一些重點發展地段 包括 Paddington White City Park Royal 甚至去到Zone 5的Herald 都會大大改善當地整個交通和社區配套 所以亦都直接增加了那區的發展潛力 其實很簡單 每一個地方裡 我們有regeneration 一定是大興土木 即將來無論交通 或者工作機會 其實在那些地方裡 變成就地就有 所以為甚麼呢 很多當地的倫敦人 他們找這些地方 其實除了住那裏之外 未來的升值潛力 還有工作機會 是相對多的 所以他們會選擇那些area 但原來交通 都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沒錯 這一部分我們一定要講講 其實很多香港人 你買樓 正如我所講 剛才我們進去 剛才第一個開始講 有些森林 你好像看到森林 你以為是很遠 其實真的不是很遠 那一定要知道 其實整個交通裡的配套 如何踏哪條線 是最快去到哪裏 並非你所講 森林一定很遠 森林一定很遠 森林是否要等無邊勢那麼遠 不是的 這裏你就要講一下 是啊 很多時候我們選一些樓盤 我們盡量都說 大概十分鐘佈程 可以去到trip line 或者火車站 相對來說比較理想一點 那你在香港走 如果你家裡說 在地鐵上走 你走到十多分鐘 你走到十分鐘 是非常方便的 沒錯 那除了近線路之外 我們也要看是哪條線 也要看那條線 是否暫停 最後才可以知道 回到city center 或者自己上班的地方 大概需要多久 這個我真的要佈衷一下 這個很重點 選擇哪個站的樓盤 絕對很重要 你不要選擇暫停的 看著好像很近 你暫停 去到你上去的樓盤 已經超過半個小時以上 所以很重要 沒錯 如果靠近 例如新線 Crosswell 當然也是其中一個 會影響升值的 其中一個主要因素 沒錯 剛剛說完交通 又不能夠不提 最近我們一開始說Covid 其實很多倫敦人 因為這件事 都開始改變了他們選擇樓的想法 這個挺有趣的 因為以前我們很多時候 說倫敦 我們都會說有一班客人 是Gown size 即是由郊區一些House 慢慢住在city center 裡面的apartment 由大屋轉小屋 但最近受著Covid-19的影響 很多倫敦人都work from home 所以出現了一個up size的情況 越來越多的倫敦人 對於自己住的附近生活環境 有更加高的要求 所以很多時候都會盡量選一些 戶外空間大一點 或者對於綠化也有相對的要求 所以住的附近有公園就對了 這個都不難理解 因為其實很多在倫敦住的那些 以往可能住在森林中 可能住在一房間很小的 但問題是為什麼他們要移動 不在森林中 因為Density太密 所以找一些郊區寧願住近 遠一點 空間多一點 多一些公園 這個其實也是最近很training的東西 當然啦 如果我們香港人過去倫敦住的話 也要留意附近多不多 戶外和綠化的空間 這個很重要的 不得不提記住 因為這樣 倫敦人是很喜歡公園的 沒錯 Dennis 我知道我們今個星期 為大家精選的兩個樓盤 都符合了以上四個條件 即是在地段 升值潛力 交通網絡 和附近綠化環境 都相當不錯 我要先說哪兩個地方 一個是在Acton區 但Acton也分為很多東南西北 注意一下 我們今次賣的這本 是East Action East Action和Acton是有分別的 待會朋友會補充一下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Halo Halo不用說 每次提升Halo 香港人沒有誰都不知道 因為如果肯定有小朋友 肯定想去Halo讀書 或讀學校 香港都有 沒錯 今次說的East Action區 是其中一個最近White City的區域 亦都很近我們剛才說的 兩大重點發展區域 White City和Park Royal 兩個regeneration area 所以接下來 亦都是一個重點升值的地段 而Halo當然 各樣的因素 平均在安全、效網、陸化、交通 亦都有非常之大的升值潛力 所以我們今個星期 會為大家介紹兩個樓盤 如果有興趣 就應該今個星期六天 來到美麗華三樓找我們 沒錯 千萬千萬有一個 還有其中一會談三次 加多審千萬不要逃避 如果你們看到這段視頻之後 快樂到達便可聯絡公司同事 或是在Facebook留言 同時會第一時間下來 這集先趕著這麼多 下集再見 拜拜